哈囉,大家好,我是說裝修的小李哥 在今天影片的開始,小李哥先祝大家新年快樂 在2024年都能事事順心,身體健康 在去年的12月,小李哥負責了團隊 完成了一場浴缸換淋浴的Case 這場Case怎麼發生的? 可以說是充分體現了加拿大裝修業界的文化以及潛規則 藉著這次的Case,小李哥想和大家聊聊 加拿大裝修業的文化 常見的施工問題,以及該怎麼選擇裝修團隊 喜歡房屋裝修或是加拿大生活相關主題的朋友 歡迎您訂閱我的頻道,並且打開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錯過任何精彩的影片喔 小李哥在這裡,就先感謝大家的支持囉 好,廢話不多說,我們現在就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先來說說這一次的Case 屋主本來只是以為浴缸的水閥漏水 想利用這次的機會一起把浴缸換掉 換成比較安全的淋浴房 但是我去到現場評估的時候,發現浴缸的底部居然是軟的 就像在塑膠皮的下方积著一層水,踩下去的時候還會變形 這種情形小李哥也是第一次遇到 在當下我也沒有辦法馬上知道原因 但我可以確定的是,浴缸的下方一定有积水 這間浴缸漏水的原因,恐怕不是只有水閥老舊這麼單純 我十分支持屋主的想法,就是盡快把這個有問題的浴缸給拆掉 解決漏水的隱患 當我們拆開浴缸之後,看到的情況還真是又再一次刷新了我的善觀 原來我們看到的塑膠浴缸,真的只是一層塑膠皮 我想在前一次做裝修的時候,一定是為了省事省工或是省錢 不但舊的浴缸沒拆,舊墻、舊磁磚也都沒拆 直接套上了一層塑膠皮,就當做新浴缸來交建了 這樣日子一久,水就會一點一點的滲到塑膠皮之下 激在兩層的浴缸之間,造成漏水 因為這已經是前一任屋主做的裝修了 當初為什麼這樣做,小禮哥已經無從考證 但是我之所以說,這是又刷新了我的三觀 就是我這已經不是第一次看到令我傻眼的前人作品 在加拿大做裝修實在要特別的謹慎 一個不小心就很容易踩坑 這也是小禮哥經營這個裝修頻道的初衷 我期望能從專業裝修從業人員的角度 來和大家分享一些裝修的大小事 希望大家可以掃走一些冤枉路 所以啦,有時候我的影片內容會比較生硬 專業的知識點比較多,也比較呆板 這一點我也在這裡和大家說聲抱歉 小禮哥會再多下一點功夫 希望在未來的影片中,可以多加入一些比較輕鬆的元素 也建議大家可以將小禮哥的影片收藏起來 有需要的時候再拿出來多看幾次喔 加拿大是個移民國家 大多數移民來的華人,在國內多少都有些經濟基礎 移民來加拿大之後,之所以會選擇裝修這一行 大多是因為在加拿大藍領階級的工作 不僅工作機會多,收入也比較高 華人學技術的工作講求的是師徒相傳 學徒跟著師父邊做邊學 師父的技術學完了,徒弟也就可以出師了 這樣的文化自然也就帶到了加拿大 而且在生活的壓力下,學習的時間也就自然的被壓縮了 有不少人只要在工地學會了一些施工技巧 就開始獨立接工程了 對於施工的標準、建築的法規、材料特性等等 這些比較理論層面的知識建立 相比起來就比較不重視 甚至會不自覺的把一些過去的經驗搬出來 認為本來在國內常用的施工方法以及材料 拿到加拿大也可以適用 就拿這一場浴室的case來說 因為在國內的建築大多是水泥結構 浴室的施工方式是在水泥上先做好防水 在防水層上再鋪好瓷磚 瓷磚裝好之後再安裝衛浴設備 在這種前提之下,設備的表面舊了 蓋上一層新皮 這樣的做法還能說是一種省錢省工的創意 還不會有漏水這種大問題 但是在加拿大的房子大多都是木結構 牆面的灰板說白了就是碳酸鈣夾紙板 材料的本身就不防水 所以加拿大浴室的施工方法和順序是完全不同的 最常見的施工方法是先在結構架上安裝好浴缸或是淋浴盆 再完成上方的灰板牆壁的安裝 這時候比較講究一點的 會在灰板的表層先做一層防水之後再貼磁磚 但是這一層的防水在加拿大的建築法規 也就是Building Code當中 其實並不是一項強制的規定 所以大多數的建商蓋好的新房都沒有做這個步驟 這並不違反規定 在這樣的浴室結構之下 水只要滲到了表面塑膠皮和舊浴缸的中間 就可以透過毛細現象流到任何地方 這樣長久下來一定會造成結構損傷、灰板發霉 還好這一次的屋主在發現漏水之後就沒有再使用浴缸了 這才沒有讓傷害繼續擴大 我並不知道在老浴缸外面貼新的皮 到底是之前的屋主還是之前裝修師傅的主意 但是我相信如果這一位裝修師傅真正的明白 加拿大的浴室防水的原理 肯定是不會這樣施工的 說來說去這就是對理論和法規的不了解 所造成的錯誤施工 這樣的事件在加拿大算是十分普遍的現象 接下來的內容 加里哥就來和大家分享如何避免喔 先和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 有三絲小豬 就是豬大哥、豬二哥和豬小弟 三個兄弟都是蓋房子的師父 有一天有一個客人找上了豬小弟 這個客人說 豬小弟啊 聽說你房子蓋得很好 大野狼來了都弄不倒 你也可以幫我蓋動房子嗎? 豬小弟就說 好啊 你大概要花十萬塊左右來買磚頭 然後我們用八個月就可以蓋好 客人就說 怎麼會這麼貴呢? 你的豬大哥和我說 他只要花兩萬塊來買稻草 然後再花兩個月就可以完工了 就算是你的豬二哥 他說如果是用木頭來蓋 也只要花四個月就能完工了 價錢也只要你的一半 豬小弟於是回答說 但是如果用稻草和木頭 這樣蓋的房子會有問題啊 一個會倒的房子 我不能幫你蓋啦 客人這時候說 沒關係啦 你只要聽我的 用稻草和木頭來蓋就可以了 反正你技術很好嘛 我多給你加一萬塊 你就用我說的方法來做吧 豬小弟這時候就堅決地回答他說 不行 會出問題的方法我不能配合 你還是找別人做吧 這個故事後來的結果 有興趣接下去的朋友 就在下方的留言區和大家分享吧 這個故事當然是小弟哥自己編的 但是這種情境 時常在我的身邊真實的上演 在北美呢 裝修師傅除了要有施工的技術 在建築行業當中 更多講求的是標準化 定下的標準 房子才能蓋得又快又安全 你可以說加拿大的房子外觀不夠精美 用料不夠豪華 甚至做工不夠精細 但您一定不能否認 在加拿大很少會有豆腐渣工程 一個房子管線怎麼走 結構怎麼釘 材料怎麼用 都有一定的規範 建築設計考量的 不只有生活的機能和美觀 還要考慮到 在意外災害不幸發生的時候 如何可以最大的程度保全人命 也許呢 我沒有辦法告訴大家 怎麼樣的裝修師傅才是最好的裝修師傅 但是我可以很明確的告訴大家 一妹配合客戶要求的裝修師傅一定不會是好師傅 一個專業的師傅有責任告訴客人 什麼東西能做 什麼不能做 要怎麼做 以及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做 小李哥從事裝修業多年來 還真沒有遇到一個客戶 可以100%清楚加拿大的建築規則的 實在說加拿大的建築法規多如牛毛 材料呢也日新月異 去年底我就接到一份WCB的通知 請我去參加2024年的施工安全規範講座 我是業內人 都還要實時進修更新資訊 那客戶心中的裝修方案又怎麼可能密面俱到呢? 如果您遇到一位裝修師傅 他對您提的任何的要求 他都能拍著胸口打包票 您不覺得有點怪嗎? 坦白說這要不是他對建築法規不太熟悉 就是太想接下您的工作故意有話不說 找這樣裝修師傅來施工 您真的能放心嗎? 小禮哥最近在油管上滑水的時候 油管的系統推給我不少在中國健保的影片 我發現人之所以上當受騙 大多離不開貪心二字 想要簡陋貪便宜的心態 就給了這些不孝分子可乘之機 在找雙修師傅的時候也是這樣 當您在比較多份報價單的時候 千萬不要指比價錢 裝修業內有一句俗話說得好 高價不一定最好 但低價一定有問題 前面我提到了 在北美施工的方法以及材料 都已經十分標準化了 按理來說 價格的浮動也會在一定的範圍內 要壓低價格只有三種方法 就是簡化施工流程 使用低價的材料 或是技術性的漏爆些項目 事後再加錢 無論是哪一種套路 都是利用消費者比價這個心態 來做出一份好看的數字 拿下工程 後面會發生什麼我就不好說了 還有在前面有提到 裝修是一項專業含金量很高的工作 一個專業的裝修師傅 一定會對你提出的裝修需求 有自己專業的看法 甚至有時候還會否定您的想法 你要相信 師傅一定也希望做出最好的作品 那也算是他的一份廣告宣傳 您不妨多思考一下裝修師傅的建議 了解一下他為什麼這樣建議 不要過度的堅持己見 就像我前面說的 一個好的師傅會有自己的職業操守 不會一昧的迎合客戶 當然啊 我不是說脾氣臭的師傅就是好師傅 而是希望您可以藉著和師傅互動 找到一位經驗豐富 專業認真 又有專業素養的好師傅 一般來說 口碑好的裝修師傅都會很忙 尤其是在加拿大 裝修市場還是比較供不應求的 建議您至少要提前兩個月 找到裝修公司 敲定裝修計劃 只要不是影響您居住的緊急維修 千萬不要著急的開工 小禮哥遇到不少朋友 因為急著開工 就遇到了不專業的師傅 最後多花了錢 而且把整個工程都做壞了 或是遇到師傅超量接單 每天到處跑 感覺好像是很快就能開工了 但是開工後大半年都還做不完 再說依照規定 有許多裝修工程是需要申請政府許可的 有時候還要先檢驗時眠移除時眠等等 申請完Building Permit 你才能再申請水工以及電工的Permit 如果您住在公寓或是Townhouse 還要再申請Strada的許可 所以您要預留兩個月 已經算是相當保守的了 裝修施工的爭議比較多 我們用白紙黑字來寫明白是最好的方法 所以第一項也就是最重要一項的原則 就是一定要簽約 合約中除了要寫清楚價格 完工的日期 最好還要註明施工的項目 工程的進度 材料的細節 以及付款的週期 有了這個合約的基礎 才可以在施工的過程當中約束雙方 在發生爭議的時候有所依據 在最壞的情況下還能保障權益 第二項的原則 就是您一定要全盤清除裝修計劃 其實小李哥是建議大家 可以把裝修計劃這一項加入合約中的 對於一個專業的裝修師傅來說 開工前把工程計劃先訂好 什麼項目要先做 再做什麼項目 這是一項必要的專業素養 這樣不但能夠確保工程能順利的進行 也可以方便屋主來監督工程的進度 所以一份透明的裝修計劃是非常重要的 工程進度做到哪裡 工程款就付到哪裡 這樣對雙方都有保障 第三項原則就是您要仔細的查核材料 以及施工的品質 查核工程的用料有多麼的重要 這點應該不用小李哥多說了吧 總是會有一些極少數的老鼠屎 打壞裝修業整體的形象 大家都有責任要抓出這些人 進化一下環境 另外監督工程的質量也是十分重要的 在您每一次付款之前 檢查一下工程的質量 就像市政府來檢查建築工程 也是分階段檢查 一個階段通過了才能繼續下一個階段 這樣做才能及早的發現問題 及早的處理 第四項原則就是要相信專業的分析 不只在開工之前 而是在整個工程進行的過程當中 屋主和師父都要實時的交流想法 畢竟我們都不是先知 我們也沒有透視眼 有時候做到一半才發現和我們預想的不同 臨時需要改變計畫 這也是十分常見的事 這時候屋主只要不要堅持己見 裝修師父也不要一意孤行 雙方在專業的基礎上理性的溝通 這樣才能找到最完美的解決方案 最後一項原則就是一定要遵守裝修的相關法規 包括使用經過商檢的材料 各項施工的要求都要符合building code等等 尤其是涉及房屋結構、水工、電工 這些關係到您個人居住 以及公共安全的工程 一定不可以馬虎 另外如果您住的是公寓 或是townhouse 一定要記得向Strada申請雙修許可 以及配合Strada的施工相關規定喔 對於新手裝修的屋主 小禮哥建議您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找一家擁有 營業執照、WCB和商業保險 這三項資格的裝修公司來為您服務 我們現在已經把它全部換成裡面房了 順便給大家認識一下 這一套的淋漁系統叫做 分離式的淋漁系統 所以這裡有專門的水閥 這個水閥是開水、關水、冷水、熱水 那上面呢這個叫水流分離器 透過切換 可以去控制水流從這裡出 還是從上面的瓦特風出 墻的防水 這個很重要 這個硅膠都不露得大 這淋漁的淋漁門 就是所謂的五框淋漁 它沒有所謂的邊框 這邊沒有所謂的邊框 你看這裡 只是砍進你 玻璃這邊的防水條 會直接貼到磁磚 它的好處就是說 你可以看它的下方 我們看這裡 都沒有其他的像扣具啊 什麼這些防水條 這些都不需要的 它都是完全靠著前面 比如說這裡比較不容易放 那當然它面外都要打回角 面外都要打誰夠 做這個五框的淋漁玻璃門 最大的要求就是 我們這一條的磚 一定要是垂直的 在加拿大這邊啊 這個牆面啊 之後它會不停 這個牆面其實是往後倒 所以我們看它上方 它的縫 它的邊緣就比較大 下方會比較小 因為我們要確保 我們的磚是水質的 這裡的止水才不會有問題 如果這邊這一塊的磚 做不好 玻璃玻璃門就會漏水 那這邊也是一樣 都要止 好這個磚叫死硬磚 那表面它的優化處理 還有它的內部啊 它的含水率 達到千分之一以下 也就是說它是絕對不透水的 這個是兩尺乘兩尺 方形的大轉 所以它整體能夠有少 那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我們講的 同樣的空間來講 這個淋浴底座啊 淋浴底座上方可以站到邊緣 前面到底 後面到底 這邊都不會有任何的阻擋 但如果是浴缸的話 這邊就會有一個六吋的浴缸邊緣 這邊也會有六吋浴缸邊緣 整個洗澡空間邊窄 那所以呢 如果適用淋浴呢 洗澡空間會比較大一些 那當然它下方的排水路 也相對簡單一些 也會減少一些漏水的風險 這間淋浴房就完工了 那幫我們點個帳告 小禮哥知道 大家都希望自己家的裝修工程 可以施工的快 品質又好 價格又低 但是在現實的情況之下 這就好像病毒的三角定律一樣 這三項是不可能同時發生的 我們要在這三者之間取得一個平衡 得到一個最有性價比的成品 才是比較實際的想法 看完這集的影片 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適合的裝修團隊 順利入住美美的新家 最後麻煩您幫這集的影片點個讚 並且分享給您的好朋友 祝您平安喜樂 我們下集影片再見囉 掰掰